早 部长 刚刚几位委员都提到了 我们这个草案 基众国的草案 这个前前后后 一共等待了 27个年头 那么单单在考试院就 将近15个年头 那么在立法院 从89年到现在 89年 对 到现在也有 12个年头 加起来27个年头 当年出生了 现在也已经是27、28岁了 所以可以说是 历经了很多的沧桑 波折 我看你的包袖 很清楚 就是经过14次的 全国性的座谈 同时 你们全院也做了 45次的一个审查会议 那么才出炉 然后再次送到我们立法院 也经过了十几年 所以我想我们双方 不管是考试院 或者是立法院 都不能推误了 因为不能再 再等 不能再期待 我们希望 这个虽然有些委员认为说 这个先开公听会 或者是说 这个不予审查 我觉得说 我们也要用一个非常神圣 乐观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 这个 公务人员 基本基础法的 这个 这个草案 希望这个 在我们期望当中 能够 可以通过 第二个 我要请教我们 部长 公务人员 跟公务员 有差别吗 那实际上 这是只是一个用词的不同而言 用词的不同 在行线以前 我行线以前 所有关的人事法规 都是用公务员 公务员 不过行线以后 现行的有关人事法规 都是用公务人员 实际上它只是 当时的前后的时间的不一样 针对公务人员 跟公务员 这个名词上的 这个运用 这个几乎是类同的 但是 我要强调的就是 这个 我们草案的 第二条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公务人员的第二项 已经排除了 军职人员 学校的教师 派用 以及聘用的人员 以及地方的 民选的 这个首长 但是呢 你看那个刑法 这个刑法的 第十条第二项 又规定了 另外一种 这个说法 它第十条的第二项 称公务员 这个部分 应该是指的 下列的人员 那就是 依法令服务于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 所属机关 以及 其他依法令 从事公共事务 这样的 具有 法定职务权限者 称之为 这个 公务人员 另外讲的没错 对 那你 你考试院定的 公务人员跟 刑法定的 公务人员 有 怎么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跟 另外报告 实际上 现在目前 在人事法规里面 用公务员 现在只剩下两个 以前在 刑线以前的 一个是公务员服务法 一个是公务员的 惩戒法 另外刑法 就从刚才 另外所提到 刑法里面 又提到公务员 对 可是刑法 当时定义的 最主要目的 它是在规范 就是有关犯罪人 犯罪人对于 犯罪人所 它的犯罪行为所 采取的 有关各种新责 说它目的是在 是在维护社会的安全 以及去 有关预防 犯罪的发生 说它的目的 不再定义公务员 不再定义公务员 实际上 现在就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刚刚 向林委员所谈到 因为现在 有关各种法官里面 对公务员 公务人员 有不同的规定 所以说我们这次 在基督法里面 我们对公务员 重新再做个 很明确的界定 就目的在这个地方 我看我们全国的人民 全国的同胞老百姓 对这个部分的定义 我们希望考试院 也要对外做一个说明 因为毕竟 刑法规定的 公务人员 跟我们考试院 规定的公务人员 在解决上 有所差异的时候 那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人民 会采用哪一个 可能会采用我们 考试院所定定的 这个标准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要做一个说明 第二个 如果说 您的第二角第二项 规定 君子 教师 派聘用 还有地方首长 这个不包括我们公务人员的范畴 那么 他们制作的文书 就所谓的公文 书函 公文 就是公函 这个刑书这些等等 那就不是正式的文书 不是正式的公文 另外有法律的规定 他不是在我们县 就是说我们在公务人员基督法里面去规范 他另外 比如说军方的 以及教人员 他们自己另外有规定 他根据他另外规定去执行 但是刑法的第十条的第三项写得很清楚 称公文书者为公务员职务上制作的文书 这又是怎么做解释 一定要公务员所制作的文书 才能够称之为公文书 公文 或者是这个文书 这我看也要跟大家做个说明解释 对 好吧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另外 部长 第三个 想请教我们部长 就是有关政务人员 政务人员跟政务官是不是一样 是的 对解释 政务人员就是政务官 政务人员就是政务官 那么 那么您说 这个朝阳里面规定 除了政务人员之外 其他都要有国家考试的资格 这里面有区分 有些是随政党任命的 还有些是有关 比如说这里面有些是随于有关有任期的 那第三个政务官 比如说像法官 大法官 对 或者最高法院院长 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 或工程会的主任委员 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考试机尽用 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是特认官 然后具备有法官资格 所以基本上他是看 没什么 我一直觉得不管是政务人员 或者是政务官 他们有特定的任务嘛 而且多半都是这个在政治 政党政治 或者是在政党轮替的时候 他们工作的范围 真的是非常的庞大 7-11 一天二十小时都在处理这些事物 难道要接受我们公务人员的 这个规范吗 比如他在请假 要受到这样的一个规范吗 我在这边跟李永报 我们现在政务人员 只是纳入我们公务人员的范围之一 不过对于关政务人员的规范 实际上我们要订定法律 那实际上这个法律实际上前一阵子 我们在考试院已经通过了 现在会宣 行政院就是所谓政务三法 所以我们政务人员 它的有关各种行为的规范 跟我们常人文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政务三法面 比如政务人员法 政务人员的奉取法 以及政务人员的有关推幅服务条例 我们去做明确的规范 好 非常谢谢 接下来请教这个部长 就是因为这个基 这个基总法 在考试院 跟我们立法院 那么长久以来 您在95年 定了一个版本 跟现在的版本 有一点差异 就是有关于我们讲 这个 95年的版本 规定的 95年版本 规定的只有 第60条 规定是 各机关聘用人员 除法律 利用规定外 准用本法制规定 但是呢 现在这个条文 却多了 这个 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 69条的 判用人员 以及交通事业人员的 这个部分 你能不能做这个解释 为什么那个时候 只有聘用人员 现在又多了这些 我跟各位委员解释 第一个 就是说 各位委员 刚刚又像科文 大家都提到 就是为什么有 经过四次 然后都没有审 实际上 真正在审的时候 就89年那一次 然后做个大提审查 其实91年 95年 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审 实际上 这不审的原因当中 也是很多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审 怎么能表示说 比如说大院委员有意见呢 那去年 实际上我送的太晚了 我知道因为去年 我自五月份送来 后来下回去 更来不及 因为下回来 这都放到选几点 所以我这个会去 我就急急忙 就近早我送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实际上 刚刚林委员提到 95年那个版本 因为95年 当时全域部在做 定定有关 那个工人 那个基督法的时候 实际上就把 有关的人员 聘用人员 都拉进去了 可是实际上 我们现在目前认为 就是说 要单纯化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把有关各种 派用人员 聘用人员 派用是准用 聘用人员 以及有关的各种规定 我们把它排除 希望能够 这样这里面内容 当然能够与单纯化 好 谢谢 接下来我要问的 就是也是刚刚 我们科委员非常关心的 就是这个 潮案的第55条 跟我们行政院 人生行政总局的看法 是不一致的 最重要的就是 建议呢 删除会商考试院 这个部分 我要强调就是 宪法的征修条文 第六条 写得非常清楚 考试院 为国家最高考试的机构 那么他的这个掌理的事项 除了考试 公务人员的这个全息 保障 辅序 退休之外 更包括了公务人员的任免 考纪 疾奉 升迁 以及包奖的法制事项 既然是法制事项 我觉得 这个行政院就不应该 这个 把这个 会商考试院这个字眼 这个消除掉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非常同意另外的意见 第一个 实际上 公务人员的奉纪 奉纪 实际上 他的主管机关 定义机关 是我们全息部 而且是考试院的指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关待遇的调整 有关奉纪待遇调整 不是说 影响当年度的人士 还影响到 以后他的退休复旗支出 那退休复旗支出 实际上 目前也是 我们不能全息部 在主管 有关各种退休基金 说 他有关各种待遇调整 也好 像这些事情 我必须要 会伤我们考试院 那第三 我跟您们 再度跟我们报告 刚才 黄副人事长 他已经告诉我 有关这一条 他并不坚持 行政院并不坚持 好 那个请 我们人事长 部长请回来吧 OK 谢谢 另外很好 我刚才都没有讲话的机会 我是说50条跟66条 有一条我不坚持 那55条这一条 如果它是法治事项的话 就照我原讲的 如果这边 可以明定 它是法治事项 当然就没有意见 但是从55条这边看起来 请令委员看一下 公务人员奉心 及数额之定定及调整 应参与国民所得物价指数 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不是法治事项 所以如果照我们的解释 它如果不是法治事项 就是人事行政总处的职权 那如果这里可以有一些这个变化 它是法治事项的话 那就还可以再讨论 是这个样子 这是你的理由 这个部分 对 那要看考试院这边的看法 是不是接受您的 因为这个基本上跟委员报告 这是宪法的限定职权 法定的是法治事项 如果是官规官制 就是考试院的 那除了之外 行政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再讨论 谢谢 接着请 吴依珍委员发言